大家好, 欢迎收看IM港股台, 今天节目有我, 孙雲铃, 同伴两个拍档, 大小一点,Dicky和Dennis和大家谈谈港股, 以至国际今个星期的情况, 以至展望未来一个星期有什么重要事和大家谈谈, 要注意一下, 先谈谈港股情况, 今个星期, 整个星期, 都会有什么重要事和大家谈谈, 要注意一下, 先谈谈港股情况, 今个星期, 整个星期 对, 重点其实都是今天, 就是今天, 大家知道今天恒指升了600点, 主要受到中美贸易谈判的憧憬, 计算这个星期, 整个星期就升500点, 基本上今天都升了,靠今天, 先看周线, 周线终于这个星期就开阳烛了, 之前三连阴, 看到成交也有配合, 也破了两三个星期的阻力26200, 先谈谈恒指成分股, 既然贸易谈判冲击, 当然是一些贸易战相关的部分, 包括了瑞星2018, 和晚舟288, 这个星期都升了5.5%, 对恒指成分股来说是一个很强的升幅, 其中有一些恒指成分股就可能表现一般, 又是比大刊暢淡, 譬如恒生, 又被大摩, 直接叫减持, 今个星期, 其实曾经济跌, 跌到157元, 不过幸好今天也升了3%, 然后再追回少少少, 不过这个星期都跌了0.67%, 也跌了少少, 优邦也挺似的, 又是比大和和利昂一起暢淡, 不过这个星期也跌了不足1%, 也是靠今天追回失地, 除了那些藤子成分股, 也讲一下新股,大家都知道, 除了之前大胜的百威, 虽然这两天都跌了, 有少少调整, 但现在比招顾价都升了15.7%, 至于另外一只刚刚新鲜滚热的老大师, 做软件的那些, 第一天就已经升了218%, 也吓死人了, 今天都非常波动了, 最初曾经升了3%, 之后下午曾经变了1%, 最后都跌7.7%, 但那麽埋单算, 还在升了2倍多, 计算之前就是新股王中焉6055, 也升了3倍多, 看看这只老大师是否真的有料, 追上中焉新股王的宝座, 大师级表现啦, 真的大师级表现啦, 这些新经济股好像都很当炒, 都非常当炒, 美团又升上新高, 准备应该快过领展, 减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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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100元这段时间就比普通的, 恒生你们还凄凉吗? 剛才一百六十元都沒有了 這真是很久沒見過 低位 真是淒涼 究竟大摩暢淡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真是減持它這麼淒涼 我想大摩指出最大的問題 我想就是跟這個息口有關 因為銀行其實就靠那個息差的收入去賺錢 如果美國預計可能都偏向一路減息 息差越來越窄 經營環境就比較困難 他的媽媽就比較好 匯豐 肯炒人 就是把這些痛苦 快樂建築在員工身上 就是這樣 股市來說股東 就比較無情一點 炒法是一萬人 嚇死人 4%佔總的員工人數 哇 真的不止他 全世界的大銀行都大家鬥炒 之前都很多 德銀 法碼 法碼 這些 都不見到的同事 如果這樣搞法 會不會見到媽媽炒人 就OK 行生 要跟著會有大件事 不過行生之前就相對比較 都保守一點 如果對員工又相對 又多一點人情味 匯豐炒人 似乎是炒歐洲那邊 亞洲那邊我看他都沒有什麼 預期不會移動亞洲 希望 希望 以往就不是的 以往就先炒了 亞洲首當其衝 雖然亞洲 賺最多錢 一兩組賺最多錢 都炒了亞洲 希望今次就是這樣 恆生那些差 但是內地股市都挺帥 剛才提及的內地科技股 表現不錯 內地股市整體來說都OK 上徵 今個星期升幾天 復市 雖然未升穿3000點 不過都四連揚 破了下降通道 看看3000或者再上少少 會不會藉著週末的貿易談判 再上一層樓 其實今天 譬如一些中資金融 例如租信證券 各售 評報 這些和A股相關的股份 其實升幅都跑贏了恆子 真的升下升下不錯 其實 無論上證好 港股好 今個星期能夠這樣做好 其實都離不開 剛才你提過一下 就是一個項目 就是中美貿易談判 Dennis說一下 國際 中美貿易談判 突然會令到全球股市 特別是中國股市 一個大翻身 可不可以說一下原因 我想最大原因是 跟那個預期有關 其實大家沒有預期到 那個進展是好的 你見星期一的時候 都還在說 商務部 對 backlist了某些 實體名單 backlist了某些中國科技公司 之後會不會在這些方面 談不完呢 然後四月三又說 NBA 對 有NBA 之後四月三又說 匯率方面有一些 新的一些措施 其實開頭都預計是不會特別好的 但是你看一下特朗普第一天的時候 他都說 今天的時候也有說 就是第一天的談判是進展來好 而且也有消息 就是說一些非核心的項目 其實是談得到的 我想所謂的非核心 應該就是在一些關稅 和農產品那裡 比較突出的就是有說到 匯率方面都談得到 那就是說 想不到 是的 但是那個匯率的協議 就不是80年代和日本那種 講齊的意義 就不是那種要求美國 貶值那種不平等的條約那種 而是純粹好像 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前簽的協定 就是想做到 如果政府有任何救市措施的時候 就要通報 還有就要定期去公佈一下 究竟他們政府做了些什麼 他有沒有干預到那種事 其實整個行動都是 只是想為了加大透明度 那其實都 撇除是不是對美國有利 中國有利 我想對整個資本市場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 如果透明度高一點的話 聽上去沒有說哪一個 喪權辱國 都可以win-win 是的都win-win雙贏的 但是也有些隱憂的 始終你在科技戰 尤其是星期一 那個backlist的名單 到有這麼多公司之下 會不會在那方面 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措施 其實都頗值得留意 都是一個uncertainty 所以大家都不要這麼做 就是覺得在之後 可能貿易戰變成科技戰也不一定 是的 周初也挺恐怖的 你剛才提到就是科技 金融也有提到 又說不讓你上市 又說什麼東西 又退休閣不准投資中國 大陣子 搞到氣氛 周初就好像 先壓低你的預期 對 然後就放一些善意出來 是不是炒不炒旗子 我不知道 要先炒一下 真的 這個比較 戒氣性一點點 起碼從消息致地來講 是的 那你從大的力量來講 又不是完全意外的 沒錯 只要美國人不要非核心 中國什麼時候跟你談 他不肯跟他談核心 你說工業政策都要聽你美國人說 那就不用談了 聽起來也不夠 2025年也不給搞了 當然不跟你談 現在他不談那些 起碼達成小協議 都是好消息 其實好消息不單止中美 英國也很令大家出乎意料意外的 英國脫歐的方面又有 大家都想著這個月尾都談不完 有機會會延遲脫歐 甚至硬脫歐 但是沒有估到 歐盟兩天前就說 可能會作出一些讓步 就容許把波羅斯強森的一個 類似一國兩制的方案 搬上去歐盟討論 而波羅斯強森昨天也跟愛爾蘭的總理談過 他們也說過 國進展都良好的 對話 市場就可能覺得 咦 是不是有得談呢 其實你見 綁匯都立即升了2% 其實都挺多的 因為一直都說綁匯 一開始說十年低位 二十年低位 一開始說十年低位 二十年低位 一開始下去 歐盟那關 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但其實你 回頭看來看 其實都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 開始 其實波羅斯強森除了在愛爾蘭的問題之外 其實他對 本身文翠山的貿易協議 其實都有很多不滿的地方 但其實你看看 他上任之後 只是處理北愛爾蘭的問題 都已經是招頭冷壓了 他可能都沒有其他 處理其他的問題 都可能分身分力 可能處理完北愛爾蘭的問題 如果過的話 就可能被他過了 反而 文翠山的方案 都比較親傷 比起波羅斯強森 可能是一個好的一個訊號 所以都挺古怪 這個真的有點像 因為他周中 今個星期周中的中段 仍然是在互相罵 默克爾和波羅斯強森 互相罵 互相指責 你說你這樣玩東西 他又說你這樣知道是甚麼 不是想談 差了一兩天就已經變了 突然又這樣 聽起來最不抵文翠山 就談了一段時間 其實都是用回我 死都不肯讓步 文翠山的時候 怎麼現在換了特朗普 不是英國版特朗普 那就好像有點起色 不過 聽起來也有點古怪的 為什麼突然會有這樣的歐洲 突然會有這樣的轉變 這個就值得大家去研究 究竟歐盟又在想 發生了甚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讓步就是很大的 因為對整個政治方向 一直都站得挺硬的 對整個歐洲明朗了很多 歐洲明朗了 但歐盟的政策以後怎麼走呢 之前的說法一直都不是這樣的 如果說你隨便換個手上來談 這樣就讓步 那你什麼 個個都談不成就換了一個手 所以現在你突然歐盟這樣讓步 當然對金融市場來說當然是利好 但究竟裡面發生了甚麼事 要進一步觀察 究竟是否有些事發生了我們不知道 或者未公佈 留意住 但無論如何在這一刻肯定有好消息 不過與此同時 中東有些壞消息出來了 是的 伊朗有一部國家石油公司的油船 在阿拉伯附近被導彈擊中 又說已經有些石油洩漏到大海裏面 環保災難 洩漏到紅海裏面 問題就是那些油當然不是問題 但最怕就是會不會再有地緣的一些政治風險 因為其實之前都不是第一次 其實你上外院的時候 不要忘記沙特阿拉伯 無人機 是的 無人機事件 其實都已經令到全球5%的油的供應量 其實已經受到影響了 如果是被沙特阿拉伯出事了 到伊朗又被人襲擊了 那會不會令到兩國之間的關係緊張呢 對油價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如果貿易談判談好了 中東政治又緊張 可能工需都一起壓住油價推上去 對 其實大家都預期經濟放緩會減息 如果你的油價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都是對金色是有影響 是的 最近中東 剛才你提了其中一個 另一個都土耳其 就打負爾德 真的就很麻煩 特朗普又被人罵亂了 特朗普亂的應對 起碼美國的參議員覺得亂的應對 連共和黨都罵他 所以其實中東最近有很多火藥的 是 搞亂的 好像相對美國的貨幣政策出來 最新的會議紀錄 就叫做給投資者一個定心願 起碼就不會有出名的亂子 沒有太多分歧 是啊 不是特朗普管而已 沒什麼亂子 去管你就亂了 現在會議紀錄叫做你好 是啊 會議紀錄其實看到就是 大家在減息方面 其實分歧就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大 大家都預期就會減息 最多就是 最多就是 其實 不要經常說聯儲局離地 其實聯儲局都很貼地的 他裏面都有說 有部分的委員 都發覺到 他跟利率期貨 市場人士的看法是有偏差的 嗯 偏差很遠 偏差很大 不過他們另一方面 他們出現偏差的 就不是在貨幣政策 就不是在息口政策 就是在整個貨幣政策 就是在QE方面 其實他們都覺得 短時間內 都有需要就資產負債表 再討論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QE 其實你看回之前 他們 由 覺得需要 討論減息 到真的減息 都歷時半年時間 如果 今次會議紀錄來看 他現在說覺得需要討論QE 可能到下一次QE 大概半年時間 大家 可能都開始做好心理準備給大家 說真的 其實會議紀錄 他都知道是公開出去的東西 所以都會在裡面做一些 即是期望管理 先修改一下 接觸之前 管理一下期望 總而言 就算是OK 美國的 不過你QE就很頭赤 現在 歐洲方面 德拉吉想要臨走 幫你QE 現在好像歐洲裡面 就亂殺龍 反對他們 重啟QE QE的爭議性比較大的 尤其現在美國 3.5% 還有QE 重QE 理據始終都是一度的 所以 未來的分歧可能就出現在QE 反而變成減息分歧問題 你始終 當焦點轉移之後 非核心問題 非核心問題 減掉就算了 小協議也是 大家 部分 搞定就算了 不要吵 可能大家方向這樣搞了 回顧 說到這裡差不多了 前瞻 前瞻 接下來一個禮拜 可能又是 過尾 其實都是看 廣股、國際 甚至資產市場 都是看貿易談判 應該 星期六凌晨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就跟特朗普見面 大家 都期待 可能有些嫌疑 可能出來了 先說說恆子 恆子下一個阻力 就是9月13日的高位 27366點 看看是否剩得穿 如果上證的話 先看三千點 心理關口 心理關口 是的 如果國際的話 也是留意 也是留意 也要留意 中國的經濟數據 中國其實下星期 就會公佈第三季的GDP 經常說保六保六 但是 今次就有機會 保不了六 因為你看看過去 上一季 因為有兩個月三頭馬車的數據 比市場預期差很多 很差 雖然現在 經濟學家的 預計的中位數 大概是6.1% 有些進取的可能是6.2% 但也有些行 可能會去到5.9% 預計全年 整體來說可能6%都幫不住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因為你始終看 服務業的PMI 還有你看製造的PMI 其實中國都不是做得特別好 都是仍然是 尤其是製造業 都還是低過50%的 聖水分界線 都仍然在收縮 似乎那個反彈 都是無期的 都是 若呀 繼續若呀 這個GDP數據是星期五出 大家留意住 因為大家都習慣 就是這個 寶寶都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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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糟糕的 大家覺得很不行 各方面出來的數據 預測 都是今年 都 準備衰退 衰退都很難避免 所以對香港經濟股 就不斷沽 現在中國出了經濟數據 如果都補錄的話 可能 內地的股市 都會有支持 因為你看內地股市 頭三季來算 其實還是OK的 特別是創業版指數 那些 是升成7% 在全球股市來講 算是 排最前的 最前的 主要是內地經濟 雖然跟特朗普打了一年多 特朗普說很容易贏 一旅贏不到 還未贏 特朗普 希望雙贏 但一年多他都未至於 很不碰經濟 所以還是浪到那個股市 所以接下來 星期五 就很重要 大家 除了中美貿易談判 是很重要 經濟也要看 經濟數據 是很有可能左右 尤其是那些 A股 A股比較多 本土 相關 可能如果 經濟做得好的話 A股的走勢 可能都好過 港股 或者美國上市的 中概股 一般說法就是 內需和科技股 現在在中國經濟 現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內需和科技股 是有機會跑出來的 如果出來的數 真的可以 都補到6 現在說差5.9左右 勢力一點 6.1 6.2 如果是 企多6 其實 相信 對剛才談的內需和科技股 仍然是一個推動作論的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住 周初就是 中美貿易談判 究竟是怎樣呢 到周末段 就是 GDP 重頭戲 兩個 周初周末都有 整個星期都不會悶了 好了 講到這裡 差不多了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